继于山金控、兆丰银行之后,富邦金控今天,2日,也宣布,将捐出3000万元,送到南台湾,协助南部民众水灾后复原与重建工作。 到目前为止,已有三家金融业者共捐出4800万元肾灾,823水灾重创南台湾、嘉义、云林、台南、高雄、平东等地区灾情惨重。 富邦金控宣布,发挥人逆己逆人道关怀精神,旗下子公司合计捐出3000万元,协助南台湾灾后复原工作及灾民重建家园。 富邦金控董事长蔡明星表示,此次南台湾水灾灾情严重,造成农榆木严重损失,民众住污损,富邦金控旗下子公司合计捐出3000万元,希望抛砖引玉。 带动各界捐款,发挥人逆己逆精神,送暖南台湾,帮助灾民尽速重建家园。 稍早前,玉山金控也宣布,针对本次南部行与寿灾区,玉山金控及玉山同仁将共同捐助1500万元。 玉山金是第一家宣布对南部烟水灾区提供捐款的企业。 兆丰银行随后也发布,秉持人积积积,人逆己逆精神,及善尽企业社会责任,特别针对灾情最严重的嘉义县捐款300万台币, 款项将捐入嘉义县政府0823天燃灾害现金救济专户,希望帮助受灾民众渡过难关。 早日恢复家园,富邦金还表示,旗下子公司富邦禅贤与富邦人寿都在第一时间启动紧急应变机制,提供受灾户关怀与协助。 富邦人寿将提供受灾保护续其保费环缴,保单借款利息宽延,免费补发保单,快速理赔等四项方案。 富邦产嫌也在全台各区成立紧急应变中心,富邦产嫌客户若因本自豪与遭受损失,富邦产将提供快速理赔服务,若不幸遭防疫外事故,将以便利保护为原则, 用最快速度协助保护办理理赔服务,包括富邦金、玉山金及兆丰银行等,都宣布捐款南台湾,协助民众灾后复原及重建工作。 记者孙中英摄影 分享 分享